铁路通车后大量中国商品将涌入泰国 泰国中华日报8月8日报道 随着中老铁路投入商业运营倒计时 预计将在2021年12月2日首发 南开府将成为中老泰轨道运输的泰国门户 并承担泰国大东北上部的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 但与此同时 泰国也必须做好中国商品 大量涌入泰国市场 并给泰国同业造成冲击的影响 泰国南开府商会主席蒙尼帕透露称 为了配合即将优先开通的中老铁路大通道 南开府已经规划了占地于500泰姆的口岸中转基地 以满足泰国大东北上部的农产品出口需要 尤其是橡胶 以目前南开、闷干、乌龙等几个东北橡胶 中植大幅的产能计算 每年大约是100万吨 该铁路通道在为泰国农产品出口中国带来红利的同时 我们也要做好应对大量中国产品涌入的挑战 泰国本土缺乏竞争力的同质化较高的商品 将很快对中国商品取代 除了商品外 还会带来大量的中国商家和投资者 编冒将迈入新局面 而入境游或跨境旅游方面 郎开也好了准备 目前 酒店、客栈和民宿合计后 客房总数应该3000多间 如果疫情稳定后 恢复口岸正常化 将会有大量的中老游客前来郎开府旅游 但从未来的发展看 郎开府将成为中老泰轨道大通道的泰国门户 并将在将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